臺灣疫情在三級那時候 最危急的時候 也有討論臺灣到底要不要封城 其實臺灣歷史上真的出現過 封城這件事情 我們說一九四六年內 當時爆發的嘉義布袋事件 在日時期內 日本人對臺灣的基礎的衛生環境 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但是在一九四五年之後 國民政府接收臺灣 當時可能是醫療環境 衛生習慣的差異 禍亂病毒開始在臺灣悄悄的發生 當時很多人在想 奇怪怎麼又出現了禍亂 禍亂它可以通過井水 跟地下水之間不斷的去流通 當時嘉義出事了 而我們的政府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不是提供更多的醫療物資 跟更多的協助 而是在唯一的出入口裡面 架起了機槍 當時有一百多人感染疫 但是有一半死在我們政府的 槍口之下 然而在一九四六年 國民政府接收臺灣 原本在日治時期 消滅的禍亂也隨之再度光臨 在這個疫區裡面 我記得好像是七到八個礦工 他們就有上路下瀉的一個症狀 靖利兵他當時除了是 行政長官公署的衛生局局長之外 他還有一個身分 就是聯合國商務救濟總署 台灣分署剛好沒有禍亂的疫苗 就就地提供這些病人去施打 禍亂從中國來勢洶洶 但日本前腳走 國民政府後腳進 局勢混亂 所有港口都成了病毒破口 國民政府來說 把所有日本人的法令都廢掉了 再加上日本原本建立的 這個防疫組織 也都大部分都崩解了 當時候的1944年1945年 中國大陸它其實 在東南沿海爆發非常嚴重的 這個禍亂的疫情 隨著這個台灣光復 還有兩岸的交通 也使得中國大陸的禍亂 就傳進台灣 為了抑制疫情擴散 時任宜蘭醫院院長郭章元 在申請不到公款的情況之下 只好自掏腰包購買疫苗 儘管部分疫苗遭官員沒收 轉賣到黑市 但仍帶著有限資源 輕率團隊 挨家挨戶替居民施打 郭章元就跟市長講 那個姓朱的一個市長 這太重要了 怎麼會沒有錢 沒有錢應該想辦法 兩個吵起來 市場裡面的那些 那些影域什麼那些 要暫時管制 市長他不願意發布這個消息 為什麼 因為他會得罪傷人 所以他就 好 那你去發布 這個都縱下他後來 被殺的那個破根 短短幾個月 宜蘭市死亡人數已多達11人 高雄 台南的破亂疫情 更加猖獗 逼得部分學校必須封校停課 在1946年的5到6月間 鋼山區的區長劉登玉他就有成文給高雄市政府 希望在陸族還有在湖內這幾個國民中學 他能夠盡快停課 這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因疫情而停課的紀錄 隸屬台南縣的布袋港 因距離廈門和汕頭的直線距離最短 船隻往來頻繁 走私 偷渡成為防疫漏洞 一週內因疫病而亡的人數已多達30人 為阻斷疫病蔓延 單單縣長袁國欽執行封城訓令 這個五港村它有一個 既是張禮墨千歲的廟叫安熙湖 他們要從雲林縣到台南去進鄉 結果中間要經過布袋 7月4號那天沒有通過的話 這個對神明就大不敬 結果警方硬是不讓他們通過 那當然有一些這個 進鄉的民眾就開始騷動 那因為警方的處理態度也不好 所以雙門就爆發了衝突 因防疫管制協調不當 引發警民衝突紛紛掛彩腹傷 東石驅署加派軍隊駐守 在港口一帶架設機槍 嚴禁人 車 禍 禁出 當時這個布袋大概有五個村莊 已經被警方封鎖了大概一個多月 那這一個多月之間 警方不准他們出去 也不准外面人進來 居民作困仇誠 沒有醫療救護 沒有民生物資 疾病交迫 有些人透過賄賂遠景 拓准通行逃出來採買 引爆1946年7月18日的布袋事件 當時有村民就想要闖過這個封鎖線 去買這個生活的必需品 結果沒想到被這個封鎖線的警察拳打腳踢 揍了一頓 在封鎖線後面的村民當然就覺得非常出門 就是大家就一擁而上 當時擔任和平日報的嘉義分社主任 鍾玉仁在回憶路上形容 一些沒錢沒管到的人 眼睜睜看著有辦法的人進出 把一代一代的女搬進來 反顧自己 只有挨餓 壽姬等著死神降臨 這些求生不得的惡民 終於不顧一切 集體衝破防線 接著槍聲和慘絕的哀叫聲起響 宛如阿修羅場 當時就當場開槍 打死了兩個現場民眾 這是台灣首宗因疫病而封城的紀錄 卻不幸釀成流血事件 1962年 迫亂從境外一路再度引爆全台 1960年其實就香港還有菲律賓 慢慢的就有一些所謂的迫亂發生 爆發 甚至是澳門 可能是漁民 他們到東南亞去採集 或是補買這個漁苗 讓這個所謂的漁苗進到台灣 這時的台灣已具備防疫觀念 衛生室所落實全台疫苗施打 民眾都必須持這張黃丹證明 才能搭乘大眾交通運輸 各個港口也執行消毒檢疫 但依舊無法防堵 經濟重創 日本我就發現 南台灣的沿城前鎮 以及古山這幾個地區 已經爆發的破亂的這個疫情 像喬果輪 玉山輪 還有台運輪 他們的裝載的這個香蕉 大概有六萬兩千多 已經到日本的這個橫濱港口了 日本也不敢吃 就直接把這些香蕉就倒到海裡面去 1946年因檢疫作業尚未全面啟動 加上醫藥缺乏導致兩千兩百一十人喪命 1962年罹患獲亂者共383人 24人死亡 獲言全台 政府以行政命令執行防疫措施 台灣史上第一次緊急處分令 是在1959年的八七水災 用以救災和儲建 我想緊急命令的發布 必須台灣沒有辦法去克服 當前的一個危難 沒有所謂的主攻的這個法源 去應對 1978年中美斷交 1988年蔣經國時事 都發布第二及第三次的緊急處分令 緊急命令是台灣遇到突發的一個狀況 那在財政跟經濟上面 可能會面臨到很大的威脅才會去發布 一個禮拜天晚上八點 旅渡台灣就在勝利